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保固两年 我自己认为性价比是算蛮高的啦 一个车位然后三间房间 然后一个厨房这样子 这样子1480万日币老实讲我是觉得还蛮划算的 房子的内部都大同小异啦 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大家就边跟我聊天边看一下这样子 过来看一下这个洗面台 洗面台是新的 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新的 那这个房子呢有几个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点是它的浴缸 是旧式的 是昭和感的 这种浴缸 那现在新式的不会是用这种浴缸 这浴室都还在贴磁砖 现在新式的大部分都是整体卫浴 有网友说是因为日本的浴室太小 所以才都用整体卫浴 其实不是 就是整体卫浴比较便宜又方便组装 所以现在才都用整体卫浴 反而是太小的浴室 其实没有办法用整体卫浴 因为整体卫浴有一定的尺寸要求 如果太小只能手作 好我们现在来二楼这里是厕所 厕所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大同小异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我认为应该要讲的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大阪室内寸土寸金 所以我们这个土地面积是只有34.7平方米 大概就是10.49平而已 所以为了很好的利用空间 我们的楼梯大概就是60公分 其实不到60公分 大概58公分而已 那当然这个是1993年的房子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1993年的房子 大概这个左右的 其实楼梯大小都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的楼梯刚好是比较大呢 那恭喜你 你应该是土地买的比较大 那这个当然也反映在价格 那你可能就是预算就是比较高 我们现在阳台队出去这边是朝南 所以我觉得在采光上面 还有日照上面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蛮不错的 前面这个阿伯到底是多有钱呢 你看 他的院子不过就是别人拿来盖房子的一块地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这个房子在2021年的11月 做了一个全面的改修 总共换了壁纸、地板、马桶 系统除去连蓬头、洗面台还有电灯 只为了把这一句话讲好 我大概重复了十几次 好啦 我们去三楼看看 好大家来注意一下 这个楼梯 大概它的宽度 其实两个人 两个人要汇的话 还是可以汇 但是你身体就是没办法是挺直的 你一定要斜斜的才能够汇车 这个房子每一间的房间都是六铁的空间 它就是六个榻榻米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 好三楼我们过来看一下 阳台的空间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一家四口都是没问题的 这房子的建物面积有多大呢 三层楼加起来是63.55平方米 大概是19.22平左右 我们离车站的部分呢 其实你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走路走四分钟 那从这边呢 你还是可以微微的听到电车的声音 并不会说很明显 因为还是有一点距离 可是如果你认真去听的话 其实都是听得到 如果对睡眠品质比较有要求的人 我是不建议住这间盒室 因为这间盒室真的难免都会听到电车的声音 那其他两间是不会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完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 我觉得 你想要睡盒室 你最好是改双层玻璃 这边景色比较没有那么好看 就是感觉有点拥挤 就是这些旧的房子 然后每一栋连在一起这样子 你看这样看过去 对我来说 后面这个叫防火像 可是对他们来说 却是他们家里的路口 日本很多这种家 就路口看起来 根本不像路口 宅到爆 我很纳闷 日本的城市规划 照理来讲 应该是比我们中华民国美学 要来的好很多 但是 为什么以前的这种旧房子 而且可能只是四五十年的旧房子 他却没有做到 很好的城市规划 好了 那这里是最后一个景点 我们来上来看一下这个景点 这里以前是有漏水 现在已经好了 现在保固两年 那边有点脱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 贴皮的木头的桌子 那那种桌子也是你如果 长期让他晒太阳 晒久了他也是会脱皮 就是那样子 他并不是说漏水还干嘛 绝对不是 那如果是呢 如果是就是卖方的责任 因为他保固两年 但是我很确定他不是 好啦 那汇率的溜滑梯 我认为溜到现在应该 已经不会再溜啦 之前跟你们说可以再等 可以再等 我觉得差不多现在了 那就这样 拜拜 我們來看看車站周邊的環境 這裡是暗里御出車站 暗里御出車站它是南海本線 是可以直達機場的 但是它有個缺點它是 它並不是大站 所以你可能一開始先坐快車 那坐到中途改慢車 就可以到這個車站 這個車站其實沒有很繁華 但是有個商店街 商店街其實你要買東西都還是很好買 什麼藥局的東西啊 然後便利商店啊 這些其實你在商店街都是有的 我們一般的生活圈會往另一個車站走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御出車站 御出車站離我們這個住家是走路5到6分鐘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街景 其實真的是還蠻乾淨的喔 算是很乾淨 那這裡呢也是西城區 所以影片只能比較片面的去陳述一件事情喔 比如說我今天要拍的是西城區很亂 那我當然就是找西城區比較亂的地方去拍 那這邊還有一個是Taya 那這個是日本很大的連鎖書店 那可以租DVD跟CD等等的都可以租 然後我們再走過去就是一個十字路口 那個十字路口呢有很多東西 像是麥當勞啊肯德基 這種比較基本的都是有的 健身房超市等等的其實這邊也都有 好了謝謝大家的收看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安蛋 DV Charlie 最後まで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Goodボタンも押して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 他の動画も見てね バイバイ